我好像也不行 茂林修 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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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门的各位好友大家好 好 很荣幸又一名茂名的邀请到金门来 金门是我喜爱的地方 实际上很早 我会长早就藏到金门 金门的小山东 也就是我在当港澳处长的时候 追随着蔡英文来过好几次 那之前呢 我追随着几个主委 包括黄公辉 包括张金毅 都藏到金门来 那我记得说这个讲也不好 但是我曾经跟张金毅来的时候 在金门这个金王部的前面呢 看到我们这个金门的立委跟市议员呢 在我们面前打下 那我可以说这个是金门的风气 没有说你是立委 我是议员 就在我们面前打起来了 这个是我在第一次来金门的时候 就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那么第一次的茂名圈也带我去看看 吃吃什么叫红包厂 我今天基本上是让我 我怀念的地方 我怀念的地方 那么说实在在这个协会 这个协会成立的 是我在台湾呢 一直跟云老林呢 一直在吹 因为我自己当港陆处长当了五年 我在研究香港澳门 香港澳门是大陆所控制的地方 那是两岸 很多的来馆的中心 包括金融中心 包括人员体情 包括厚物中心 包括信息的取得的中心 都是在进行中 当时我在港处长时候 我就想说 我应该想想另外一个地方 它跟香港澳门一样的 是中华民国控制的地方 就是金门跟马祖 因为我发现了 金门岛跟香港岛 比香港岛还大一点点 马祖呢 三个加起来 跟澳门呢 那时候的三个岛呢 也是一样 澳门半岛跟台湾跟陆湾 加起来都一样 但是港澳能够变成为 世界国际界的重色地方 为什么? 金马不行 所以我在陆会曾经写评文章 写如何善用金马 作为两岸和平发展的地区